荷兰导演狂赞台湾童星,预言她将成为杰出演员。 乐乐演出《小玩意》,导演王洪飞赞不绝口。图前景,2010804.13。 童星乐乐以台剧《两个爸爸》走红后,以雪野为虫主剑荡出荧光幕,近年演出作品虽不多,却仍在台和合制的《小玩意》中首次担任电影《女主角》。 本片在年初远征荷兰路特丹营展正式竞赛,也即将于荷兰院线正式发行,小小年纪的她开心直说非常骄傲。 乐乐在片中饰演一位喜欢在夜里放风筝的女孩,与青梅竹马性影不离,然而男孩却即将居家移民,她只能带着愤怒与悲伤试图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 成熟演技让荷兰新锐导演王洪飞,David Bobic,赞不绝口,断定乐乐长大后定能成为极为杰出的演员。 月月目前虽表示仍打算先把书读好,未来也并不排除其他演出机会,最想挑战的角色则是像《我的少女时代》中,宋云化饰演的林真心一般,迷糊而勇往直前的傻大子角色。 钟晨红,如图,和乐乐拍出好感情。图前景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四点一三。 片中饰演乐乐青梅竹马的另一童星钟晨红,近年也以台剧《甘味人生》等作品,持续获得关注。 两人在片中默契十足,但月月却透露两人其实是在拍摄《小玩意》时才第一次认识, 更因为钟晨红爱和他斗嘴,一开始还觉得他很讨厌,没想到后来拍戏也拍出好感情。 在一场炒玩架和好的戏中,两人必须维持生气的情绪,一言不发盯住鼻子看,直到其中一人笑出来, 但感情太好的他们疯狂笑场,MG好几次才完成。